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这个电梯中量体重的题目 这里的概念是在说 量体重的时候呢 靠的是人跟体重剂之间的正向力 如果人和体重剂之间有挤压 体重剂当中的弹簧结构 才会显现出他的人的体重 可是呢 在电梯中量体重 量到的不一定是人真正的体重 因为在电梯有加速的情况下 地板对人的作用力就不一定会等于体重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这里有一个电梯里面有一个乘客 他跟地面接触的地方有体重剂 如果是他在等速运动的时候 等速运动的时候 合力就是零 对不对 等速运动合力是零 合力是零的话 他的 受到的重力 就会跟正向力一样大 命是零来大 重力就是零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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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情况下 就是 正向力等于零 那因为它是合力为0 合力造成加速度 它现在是等速运动 所以加速度是0 合力就是0 合力是0的话 这两个力就一样大 可是呢 如果在电梯正在向上加速 向加速上升的时候呢 这时候加速度就向上 加速度上升的话 加速度是向上 合力也会向上 合力向上的时候 代表说地板的支撑力怎么样呢 地板支撑力比重量还要大还是小 因为重量是地心引力 地心引力在地表附近都是 重力加速度G 在地表附近都是定值 所以这个人的体重就是 在地表附近都是固定的定值 可是这时候它是加速向上 那么代表说地板支撑力 地板和人之间的正向力 就要大一点 这样才会合力向上 所以会变成N-NG 会等于MA N-NG会等于MA 这样子 那这时候N就会变成是 就会变成是 写在这里好了 N-NG等于MA 那N就会是M 关号A加A G加A 这样子 所以这时候 因为N不是NG的 而是NG加A 所以这时候地板对人的支撑力 会比较大 那这磅称的毒素就会比较大 那这不是只有发生在 加速上升的时候 其实减速下降的时候 也是加速度向上 减速下降的那个时候 加速速也是向上 这两个情况 加速上升和减速下降 加速度都向上 合力都向上 所以这两个情况 正向力都会比重力还要大 所以量到体重都会变大 那最后一个情况是 反过来 如果是加速下降呢 加速下降的话 那是向下的力比较多 还是向上的力比较多 向下的力比较大 还是向上的力比较大 那当然是向下的力比较大 所以我们这个 向上的就画的小一点 那这时候它的加速度向下 合力向下 合力向下就是下面 往下的力比较大 往上的力比较小 所以就会写成这样子 这时候会变成 mg减掉n等于na 所以一向之后变成 正向力n会等于 n的g减a 所以就会比ng还要小 所以这个加速下降的时候 量到体重会变轻 或者减速上升的时候 量到体重也是会变轻的 好那这一体就是 在介绍这个概念 如果60公斤重的小生呢 它电梯向上开始运动的时候 5秒内 磅秤毒素是变72 变重了 然后5到10秒之间又变成60 那最后5秒变轻 48公斤重 然后电梯停止 那请问电梯在15秒内的 移动距离为何 那这里它其实是稍微更难一点 因为它最后还要问位移 最后还要问位移 我们要画VT图才可以算 那我们可以先这样看 第一段过程是72 72会等于 60乘上这个G加A 我们这里还是把它换牛顿好了 就是720 一公斤重的大约是9.8牛顿 所以72公斤重 大约是720牛顿 那会等于60公斤的人 去乘上G加A 10加A 这个是利用下面这个式子 下面这个式子 N这个正向力今天是720牛顿 然后质量是60 然后质量是60 这样子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第一段的加速度 就可以算出来 A1就会算出来 A1就会是2 那同样的概念 第二段是等输运动 因为它的重量一直都还是60 所以A2是等于0 那我们写一下时间 A1是0到5秒 A2这个是5到10秒 好 再来第三个阶段呢 则是480公斤重 会等于60公斤乘上10-A3 好 那这样的话 就会得到A3 也是2 A3是2 好 不过是像加速下降的2 或是减速上升的2 好 那 我们知道这三个时间的加速度了 所以最后5秒是 最后5秒是10到15 好 我们知道0到5 5到10 和10到15 这三个阶段的加速度了 那我们就可以来画VT图 所以VT图的斜率就是加速度 所以它大约是长这样的 没有画得非常对称 不过意识到就好了 所以它是0到5秒 这个斜率是2 然后5到10秒等数运动 加速度是0 最后10到15秒 加速度是-2 好 这样 那从这个几何关系 我们可以看出来 0到5秒每秒加2的速度 所以这个位置 应该是10 250 所以这样就可以算出这块面积了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除以2 上底是5 下底是15 乘以高除以2 所以结果最后是100 100 位也是100 谢谢